筛選業務這個就不講了 再來就篩選產業別 產品客戶這個都是前面講過的 今天主要是要講那個篩選總價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呢把這個總價裡面 我這邊設一個那個好了 簽分會符號這樣看起來會比較 比較清楚一點 不過簽分符號 設定這一檔好了底下東西不要 這邊把它設一個簽分會符號 那這樣的話小數點不要好了OK大概我如果今天要篩選 就是說他每一筆訂單裡面的總價 超過100萬 以上的 或者100到200萬之間的我希望能夠幫我獨立出來的話 那該怎麼做 第一個的話 我剛好忘記 這邊好像記得要 把它因為我這個按鈕剛剛重做過按右鍵 記得儲存格格式裡面 這個大小位置不隨 那個儲存格改變這個可能要打勾 不過我發現好像新版的2013 這個沒有打勾好像也不會變形 這個可能每個版本有一些改變 篩選總價的話就是 請輸入大於 那個 大於的值 就是大於100萬 個時 百千萬 十萬百萬 然後呢 小於200萬 個時 百千萬 十萬 百萬 OK按確定 這個時候的話我希望他幫我篩選的結果 自動幫我放到這邊 產生一個什麼 介於 100萬 到200萬之間的一個結果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可以利用什麼呢 利用那個 之前錄製的 的 之前錄製的那個聚集 只要改幾個地方 我剛特別提到 就是說 1 多一個Y 多一個Y 然後呢 第二個就是說呢 篩選的欄位 記得就是把它改成第八欄 那criteria的話就是大於等於X 所以如果你輸入了100萬之後 他會自動把100萬帶到這邊來 然後呢 這個地方一定是end criteria呢 會有end的第二個條件 所以這邊的話呢 就會有第二個條件 那是小於等於Y OK 所以就是敘述的方式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其他房呆這些都固定的 那其他的話呢 再來就是說 那個名稱 因為我們新增之後的名稱是介於 X 與Y之間 所以名稱可能要用串接的 那其他的部分呢 都跟前面 一模一樣 無需修改 大概這樣就可以產生我們要的結果 所以請各位稍微了解一下這個第一個就是 那我這邊有多一個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Input Box 比較小一點 有沒有 比較 比較小 我試一次 之前用那個篩選業務這個有沒有 這個是原來的 Input Box 那這個 這個 有沒有 他的那個 大小 Size比較大 小咪 OK 那我們篩選總價 這個Size有沒有 比較小 差別在哪裡呢 就是 Input Box前面我又加一個 Application 點 那 可是你想說有什麼差別 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跟各位講 如果你用前面的Input Box 假如你輸入100萬的話 100萬 他其實有沒有打錯 其實他以為你這個地方可以輸入中文 但是呢 實際上可不可以輸入中文 不行啦 你丟一個 X過去給他100萬 我要一個數字你給我一個文字 那不就掛掉了 所以呢 如果你前面Input Box 按確定就掛了 但是如果你用Application.Input Box 會不會掛掉 按確定看看 有沒有 用Application.Input Box 最大的好處是 他會自動 對他會自動防呆 差別在這裡而已 OK 所以 我覺得Application.Input Box 會比Input Box 來的 好用 尤其是 幫你 過濾 數字 的地方 特別好用 按確定之後的話 他就擋掉 除非你輸入正確的 100萬 OK 按確定 這樣就過了 小於的值你也不能打中文 你不能說 好 按確定 這樣也不能亂打 不正確的 一定要是數字 按確定 這樣才可以 OK 這個地方的話 最大的差異就是 我們又改了一個篩選總價的部分 我又改了一個這個 叫做Application.Input Box 另外呢 除了說這個地方要加一個Application.之外 這邊要 把它改一個叫什麼 Type 冒號 等於1 這個1的話 只是 只能 意思就是說呢 只能輸入數字 除了數字以外的資料 不行 OK 所以Type等於1的話就是裡面輸入的形態 那還有什麼形態可以用呢 其實如果你 我忘記沒關係 你可以按一個F1 在Application.Input Box的上面 按下一個F1 裡面都有說明 甚至好像可以 可以甚至是裡面只能輸入文字 文字的話 好像Type等於多少 等於2還是多少 其實有時候 不刻意去記啦 但是 需要知道的話 你只要在 那個 方法上面按一個F1 他就會跳出相關說明 那你可以去查一下 比如說你今天他只能輸入什麼樣的形態 那你就可以 有沒有他這邊有一個Application.Input Box的方法 那其中的話會有一個叫做Type的一個 一個 參數 Type在這裡 在最後一個 那 這個地方的話呢 如果是1的話 那就是只能輸入數字 如果是2的話呢 就只能輸入文字 那如果是4的話只能輸入True跟False OK 不過這個當然對使用者來說如果用4的話他會比較不好除非你在旁邊提示 你只能輸入 True或False 如果4的話請輸入True 如果不是的話 否的話請輸入False OK 然後還有什麼呢 參照 除了一個參照 四維Range 物件 這個意思就是說如果你希望給他 A1到什麼 B4 就是一個範圍的話 其實也可以 四維Range 這個比較少用 不過如果有興趣的同學呢 可以 自己再試試看 他有陣列值 這個也比較少用 OK 利用什麼 利用這個叫Application.Input Box的方法 裡面大概都有相關說明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自己再稍微把裡面的 功能查一下 我用到的最多是 用那個這個地方 Type等於1 只能輸入 數字 其他大體上都差不多 OK 那這裡的話請各位試一下 待會的話我們再來看就是 建檔日期 所謂的建檔日期是說 我要查的是 這個範圍裡面的哪一天到哪一天 我們常常遇到類似的情況 那如果說我要哪一天到哪一天的話 那我可以篩選建檔日期 哪一天開始呢 比如說2008年的1月1號 幫我查到Enter 第一個7日期 第二個的話是2008的 12月31號 2008年 一整年 Enter 那最後的話呢 我會幫我把這個 這個日期的這個區間的資料 自動幫我放到這邊來 好 但是特別注意喔 你會發現 這邊會出現 介於哪一天 於哪一天 最大的不一樣是 我們之前 我剛剛輸入的是這個斜線 斜線對不對 不過特別注意喔 在新增工作表裡面 你會發現 如果你在這個名稱裡面 輸入2008斜線 1月1號的話 Enter會怎麼樣 對他不能用斜線 斜線無法輸入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時候 但如果你要表示的話 要不就是 你這邊 可以把什麼呢 隨便輸入一個好了 好 就是不能用斜線的話 那我這邊是用取代 取代成底線 OK 再不然你把斜線拿掉也可以啦 只是說怎麼樣表示比較簡單 我想這邊請各位 先試一下 介於 這個是 總價的部分 那我這邊在雲端上是 在這一段 剛剛寫 這段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然後 就是篩選總價的 這個列息 OK 所以篩選總價的話 是介於 然後 好